這也是你當時在落地的 當下的驚險畫面嗎 對 你看 落地都飛騎員 跟騎馬一樣在那邊彈跳 這是真實價值商 落地前的畫面 那這也是個很考驗的飛騎員 我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不是每一把落地 都是像大家想像的 都是非常平順的 都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這麼簡單 然後吃燒餅沒有不掉芝麻 我落了一輩子漂亮的地 就這麼帶曬 如果一次送落地 那這是在哪裡 這個是東京的成田機場 成田機場不是就是 有妖風的那個機場嗎 對 就是風很亂的機場 所以當時會這樣跳跳跳 是因為那個妖風嗎 對 就是風切 很多機場都會有風切 像剛剛那個影片 我相信這機場 就是快落地前遇到風切 我自己發生過 這輩子最大的縱落地 2.4G 我跟所有觀眾朋友講 幾G 大家沒有概念 縱落地或者縱著陸 它的單位是G G值 縱落地多重叫重 你們大家不知吧 好 我跟你講 一般落地大概1.5之內 是正常的落地 正常落地 只要你感覺到腳踏會痛 就是超過1.5以上了 波音跟空中巴士的飛機 只要超過2.6個G 2.6 讓蕭靜飛不走 就是因為它一落地 那張紙跑出來 跑出來 縱落地 我告訴你 這個真正縱落地是怎麼樣 一落地 我們的屁股不但會痛 脊椎會痛 駕駛艙所有 你只要想像得到的任何東西 在牆壁上 天花板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會扎在地板上 這也是你 當時在落地的 當下的驚險畫面 對 你看 落地都飛行員 跟騎馬一樣在那邊彈跳 這是真實駕駛艙 落地前的畫面 這也是很考驗的飛行員 我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不是每一把落地 都是讓大家想像的 都是非常平順的 都不是像大家想像的 這麼簡單 吃燒餅沒有不掉芝麻 我落了一輩子漂亮的地 就這麼帶曬 如果一次送落地 被牆壇帶到 這是在哪裡 這個是東京的成田機場 成田機場不是 就是有邀風的那個機場嗎 對 就是風很亂的機場 所以當時會這樣跳跳跳 是因為那個邀風嗎 對 就是風切 很多機場都會有風切 像剛剛那個影片 我相信這機場 就是快落地前遇到風切 但是很多機場風切 它是偶而來的 像這個東京成田機場 它是全年一直都有風切 所以我們有貨機 聯邦快遞貨機 在成田機場也出過事情 就這樣整開飛機落地 沒落好就摔掉了 所以落地很關鍵 這也是考驗機師的技術 這是當時聯邦貨機 在成田機場墜機的意外畫面 對 就是考驗飛行員的落地 還好這次的哈拉航空 雖然硬著陸 雖然狂衝而且解體 但乘客奇蹟 謹受情傷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其實在開飛機的過程當中 那個驚險畫面 你接觸過很多 也經歷過很多 法官 我跟你講 我飛了二十幾年 生死一瞬間 大風大浪 生死一瞬間 我大概都經歷不少 但你現在問我 我老人痴呆也忘了差不多 但是我都 你每次教有人問我 我都可以總是記得 上一起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就發生在上個月而已 我上個月也是有一趟飛東京 波音787 跟大家又要科普一下 全世界現在這顆地球上 坐得最舒服的飛機 就是波音787 跟空中巴士350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客艙的壓力比較小 一般我們坐飛機 為什麼你手會腫脹 腳也腫脹 穿鞋子就腫腫 因為我們一般飛機 在空中的壓力大概8000尺 新的飛機只有6000尺 艙壓沒那麼大 你就坐得比較舒服 常常我們聽到 飛機施壓 氧氣變動 掉下來 那是因為飛機可能漏氣 舱門破掉 或者飛機沒辦法加壓 那舱壓就增加增加 增加到1萬尺以上就施壓了 氧氣變動要掉下來 我前陣子上個月飛東京成田 因為我們規定 我們飛行六 七個小時 我們規定飛機員 任何一個飛機員 叫在飛行途中累了 我們可以在衛生上睡覺 可以休息一下 我就在睡覺 睡到一半 附下叫我 Captain 我說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 他跟我講說 我們有一個空調組件壞掉 就壞掉一個空調組件 對比起打個岔 那詹姆斯這個畫面 就是那一次的飛行嗎 剛剛那個畫面就是那一次的飛行嗎 這個畫面是 這個畫面是 這就是你剛剛說的那一次飛行嗎 兩個組件 左邊那個 就是你在度估的那一次 對對對 就上個月我才發生這一次事情 我在睡覺 在空中休息的時候 我們合法休息 先解釋一下 附下子突然把我叫起來 Captain 我們有狀況 我說什麼東西 什麼有狀況 他說 我們有一個空調組件壞掉了 我就是 我們飛上有兩個空調組件 這空調組件是負責客人的冷氣 還有飛機的加壓 要兩個組件都正常飛機才能加壓 如果只有一個組件不正常 飛機就不能加壓 飛機不能加壓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會失壓 失壓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掉下來 客人尖叫 飛機俯衝 因為要趕快回到最低的高度 才有壓力 那副駕駛是一個新的副駕駛 他也搞不太清楚狀況 就跟我講 機長 機長 我們的空調組件壞掉一個 空調組件壞掉一個 通常飛機上有系統壞掉 我們就照著飛機系統的檢查表 一個一個做 一個一個做就好了對不對 你把所有故障排除 大概花個三五分鐘 但是我老司機 我一聽空調組件壞掉 那飛機就沒辦法加壓了 所以我第一個看 我們波音787長壓 這飛機長壓已經9000尺了 這飛機我飛到現在四五年到現在 沒有看過這飛機長壓9000 因為這長壓只有6000 一般飛機長壓6000 為什麼會到9000 那9000的概念是 9000概念就是再1000 它就要施壓 氧氣面罩就掉下來 這代表它飛機一直慢慢壓 失去壓力 所以我就跟副駕駛 趕快先跟東京航管請求下降 立刻下降 我們就跟航管請求下降 航管就說不行 因為前面有飛機擋住了 塞車 塞機 我們就不能下降 我們下降會卡到人家飛機 那副駕駛也乖乖說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 我說不能等 立刻跟他講 如果不讓我們下降的話 我們就會施壓 就要摳5月天了 Mayday Mayday Mayday了 對不對 那航管就說 知道我們要施壓 我們就趕快下去 如果我那時候再晚個30秒 飛機才下降的話 氧氣面罩就要掉下來了 氧氣面罩掉下來 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好 那詹姆士 就我們剛剛看的畫面 你說是這一次787事件的畫面 我看不見 那畫面你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跟你講這畫面 我告訴你就是 這個飛機 我叫系統 已有任何系統故障對不對 對 飛機就會跳解決方案 所以這是當時故障的時候 你在處理是不是 對 他就跳解決方案嘛 但是如果我們一般的飛機人 就看到解決方案 我要照這個故障排除來做 它有好幾頁對不對 你做到第二頁 第三頁 做完的時候三分鐘過去了 氧氣面罩也已經掉下來了 飛機也已經施壓了 所以當副駕駛在做這個程序的 我就跟副駕駛講不對 空調組件兩個 我們壞掉一個 壞掉一個就不能加壓了 我們現在先趕快請求 趕快下降 緊急下降 不趕快下降 那緊急下降 你當時有緊急下降的畫面嗎 當時有很緊張嗎 阿關 已經在緊急 你都已經告訴我 現在是緊急了 我怎麼會有拿時間 手機在那邊拍 再回來講說 那這時候你怎麼有時間拍呢 這不是也很緊張嗎 不是 這個 故障的時候 這個是還沒有到 緊急下降的時候 這個只是故障排除